师父自古以来说 有句话网叫中校自古两难全 而师父也说我们学佛人综合校很重要 能不能请师父开示一下 如何用佛法平衡综合校呢 请师父开示一下 实际上自古以来说中校难两全 那么这是一个对我们人间人的一种生活的态度的一种理解吧 一种理解 实际上呢中是什么呢 中呢比方说你对菩萨的忠诚 对老师的忠诚 对父母亲呢也叫忠诚 对老师也叫忠诚 对兄弟姐妹朋友都叫忠诚 那么校呢就比较有限了 校是什么呢 孝顺父母对不对啊 你说孝顺小辈那就没了吧 孝顺长辈对不对 那么这个问题你先分清楚 在你脑子里一分清楚你就知道了 中和校哪个放在前面啊 对不对啊 都是中放在前面的 也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就像比方说为国家 岳飞 对不对啊 对 他为了国家啊 是吧 好 他出去啊 为舍身 救救救救当地的人民 什么 那么他舍弃了自己的老母亲了 对不对 对 是的 那么那么母亲是不是应该孝顺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对 很多人出家你能说他不孝吗 他出了家之后他帮爸爸妈妈念经 就像我们现在学佛人很多人虽然不能在父母亲身边敬孝 但是呢 他不停的在给爸爸妈妈念经 消灾解难 爸爸妈妈的确好起来了 他也不一定不要你在身边的 你只要能够在精神上给他的鼓励 很多父母亲不要孩子在身边 说孩子你跟我争口气 好了 告诉爸爸妈妈了 我考上什么了 我怎么怎么好了 说到什么什么了 好了 爸爸妈妈特别开心 也不一定要你在身边的嘛 对对 这些都是精神上的 对了 所以中和孝当中实际上是很难把它合在一起的 那么在中的当中呢有孝 在孝的当中呢也有中 所以这个中孝平衡的话 也就是要看哪个分量重 比方说为国家 对不对呀 那你就是要中了 那你不能把自己孝子是小的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提高境界 对我们学佛人来说 出家了 他是中了 为什么 他希望能够忠于佛陀 忠于这个法门 他让自己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 能够让爸爸妈妈以后能够离苦得乐 那么他是中了 对不对 表面上看起来没效 实际上他给爸爸妈妈的加持 可能比爸爸妈妈给他看病啊 给他吃苦啊 在边上你扶持他还要好 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 跟着师父学佛 他舍弃了很多人间的东西 你能说他不孝吗 他虽然不在爸爸妈妈身边 他天天给爸爸妈妈念小房子 你说这种孩子所以不孝吗 是的是的 师父您这里说真的是这样 我们好好的学佛修行 也能避遇到我们的父母 父母不离 对对对 父母经不理解 他是用狭隘的人间的观点来看我们 而我们呢 是站在高上 很高的层次 我们来看人间 我们知道人间一切苦空无常 就是你能够陪伴在父母经身边 也是有限的时间 对不对啊 如果我们能够练经 让爸爸妈妈活得很长 活得很开心 能够身体健康 不生病 那难道不是对爸爸妈妈一种孝顺吗 对对对 师父您 你讲的时候我想起来 不是小鱼救他母亲的那个故事 对啊 那个事吗 这个事情呢 真的是这样 这个事情呢 其实讲老实话 小鱼也是很低调 其实从这个故事上 可以教育很多人的 我一直跟他说 你哪一天上台去讲一讲 他还不好意思 你看看他妈妈 他妈妈就是只能活三个月 对不对啊 医生医院跟他讲 对不对啊 两个癌症 结果小鱼说 妈妈 我就 他妈妈说你回家陪我三个月吧 他小鱼说 我要在观音堂做功德 我要让妈妈身体好 他就不回去 他就天天念经 天天做功德 结果他妈妈现在两个癌症全部好了 你说这种难道不叫孝顺吗 他又忠于佛法 他也忠于师父 你说他难道 他难道这不叫孝顺吗 也叫孝顺吗 也叫孝顺 真的是中中有孝 对了 中孝 我们说 这个真叫两全了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